好 所以也因為火火這件事情很累 所以我們身邊就發生了很多很鬼的故事 妳有嗎 妳要先分享一下 覺得還好欸 我昨天在跟我一個朋友聊天 他說最近APP裡很多都是騙子 就不是騙感情喔 是比如說直銷啊 投資啊 對對對 直銷就是最近好像這種層出不窮 直銷投資 還有一個是PAPAKAZE 對阿 PAPAKAZE 因為我是KAZE 乾爹 早乾爹早乾爹 對阿 但PAPAKAZE可能就 對阿 就是妳剛剛講的那種 就是要付錢他們就過去 可是直銷他每個月付3500 對阿不行 很壯啊 我朋友遇過的就是Kim Kim因為他很想要跟日本人當朋友 所以他就去聽著 然後跟男生聊天 因為他的主要對象是女生 男生他絕對有得來 然後人家就來照他家 然後後來才發現是要來賣洗髮金 他是經驗者欸 對很多很多 他說現在很多就是投資 他連見面都不跟你見面 就直接聊一天聊一聊就說 欸我最近就是 你對於理財有沒有興趣啊 然後就說什麼有不錯的投資商品啊 然後就直接就是在那邊推客 就他連見面都不見面 對阿他不理真的是很麻煩 對所以最近比較多這種 好 我有個同事 然後他他真的很漂亮 有份好工作 然後學歷也就是大學畢業這樣子 然後是女主播 其實是很受歡迎的 他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想結婚的類型 所以他是真的昏活的很嚴重 他是真的很 他真的很認真在昏活 他後來也去了醫生趴什麼的 然後就認識了一個醫生 做醫生 正往正往半天醫生就跟他講說 嗯就是不好意思 雖然很傷心 可是我被調到離島去了 你知道有個日記就是懂不懂不懂 舞蹈醫生 對他就超煩惱的 因為他現在就想說 蛤可是我要吃掉我這份工作 去跟他去離島嗎這樣子 結果後來就跟那個男人說 嗯我願意跟你去 然後就男人來說不用不用不用 這個真的是對你來說太累了 什麼什麼的太犧牲你了 就這樣 然後後來就那個男人不見嘛 然後結果後來他才發現 那男人根本就不要去離島 而且那個他還真的真的煩惱 他真的很煩惱 他因為他跟我們講說他就是煩惱啊 然後大家當然就是 要比較好吧 然後男生自己心裡有點想 天啊現在要跟來 好害怕 對 那個是一個三天月病的同事 他年紀大了一點 但是也是把自己保養 然後又高又瘦又白 然後頭髮長長 波長多男人 台灣男人會喜歡 整個男人都是 我們接受好像去台灣嗎 真的我覺得可以接受到台灣 我們可以發展這個生意耶 對啊 他是離婚一次婚啊 他也是還蠻想再婚的 所以他是宣容婚姻 婚姻 然後就介紹的那個男生 因為他自己四十幾歲 當然也是比他大的 然後他就覺得非常非常的驅逆 因為那個男生 跟他約在 爹妮子 對 就是家庭餐廳 對啊 已經四五十歲的男女喔 你怎麼會去約在一個十幾歲二十幾歲 去台灣的話 的感覺上來說 就好像是你跟他約在泡沫紅茶店 對 對 對他那我都是五十歲了 然後你知道你現在還要打扮我 他就會覺得很困擾喔 對 然後見了面之後 男生趁邊就是說 哎呀 就是我要願意見你啊 你應該很開心吧 類似那種 開門見山就這種 然後 還在那邊說 就是其實我也覺得 你可以工作啦 這樣子 好像 就是還 我可以允許你工作 就 蛤你是誰 想要告報他 然後最後他跟我講 我覺得最慘的是他們 對半了他們的殘廢 你 你多少錢啊 他離婚之後他可能好像就覺得很寂寞 所以他一直想要有個伴 可是我真的覺得 就不要結婚嘛 你可以找 先交一個男的朋友 對對對 他後來應該就是沒有再婚過 但他就是說 因為他已經是 然後離婚結婚 在傳統剛才講的那些 我問我幫我來的時候 他就會變得很不利 嗯嗯 對啊 就是我一個學姐 他也是三十幾歲這樣 他也是很想很想結婚的一個人 他有去問過那個可以工作當中 他還照了照片 結果他一進去坐下來 因為你會先騙自己 然後那個人看了一下他就說 喔那你的國籍是台灣 我有學姐就說對 他就說好那你等一下 然後他就把他的上司 就是那間那個支店長照過來 然後店長就說 啊小姐就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就是沒有辦法接受外國人到我們的會員 什麼鬼啊 我覺得你如果這樣 你直接把那個規約寫出來 你跟我寫出來 對啊 因為他還照得像啊 這樣不是很規嗎 那個克服的那個精神就是 他不能夠讓不住台行 所以他就真的很禮貌的跟你解釋他 把對大人叫來 那又怎樣了 對啊他就只好放棄 好可憐 然後後來他又在配合時交到一個男朋友 還不錯啊 他們好像還不錯 因為他們一開始那個男生告白的時候 我學姐的時候我說我是想結婚的 然後那個男生說好我知道 就是他就結婚了一起提交 結果 結果 那男生說 不好意思我們其實沒有人想結婚 就是我不是不想跟你結婚 只是沒有人想結婚 你看 一開始 不能 對啊 當然他應該就是 屈以為以 他那個時候一定就是很想要女朋友 好那覺得這個人不錯 趕快先 他當然就是先答應下來 都這樣啊 然後你都已經是他的盤中孫 就是 盤中孫 不是應該說 因為你都 你現在要再找一個 你也會覺得說 那你現在就真的只有兩毛毛 第一個就是你完全整斷這個人 或是你維持這個人的關係 但是去找別的啊 只好這樣子啊 就被一個問題很想結婚 因為那個 因為他一定是你知道 他不想結婚 就真的不會變成婚 我就說真的 你越想結婚你就越容易 被人家就是玩弄在手上 趁機 對啊 可是其實男生也是 男生也是很想結婚啊 對啦 太想結婚早知 就會變成說 在結婚對象 都變得很挑 我覺得 有時候還蠻不切實際的 全部都太不切實際了 條件加太多 而且其實我後來覺得就是 到我們這個年紀之後 就是有結婚的人 即使他是iApp的認識 還是聯愛結婚 就是就是 真的很認真婚活的那些人在結婚 嗯 對啊 對 所以婚活的人 有人婚活成功過嗎 告訴我一下 對啊 我覺得還不如傳統的 我們也要一次才不用花那麼多錢啊 對 日本人 因為他們不是對結婚相當 他們是對家庭有一股 非常非常濃厚的嚮往 所以他們覺得有一個家 有小孩 明明就不是黑白色 對 但是他們內心就是那種 你知道日本的傳統的媒體 電視電影 都是營造那個氣氛嘛 所以他們就自動的覺得說 一個人的幸福就是要有一個家庭 所以他們對於 對於要共同家庭 就想到就是 充滿了那個 憧憬 其實我覺得還蠻多這種 我不知道因為我在很 我還沒有很想結婚的時候 我就結婚了 對你好早 然後我26歲就結婚了 所以 我那時候的心情站就是 反正既然有人要跟我結婚 我就結啊 然後我的對象 也是一個對家庭的憧憬 結果後來就發現 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我不符合 他國衝擊的家庭的那個像 啊我怎麼知道啊 怎麼知道 對啊是你自己也沒看清楚 你又要以你自己的那個 給大家一些忠顧 後來我離婚的時候就覺得 其實 說真的沒那麼 就是 離婚的時候還是可以過得很開心 至少我結婚 因為我結婚後拍照真的太痛苦了 所以我就覺得 沒有比這件事情更痛苦的是 就是你跟一個你真的 會帶給你痛苦的人 每天都一直在那個屋簷下 真的是很累 對 那個比起我真的 但是我寧願一個人在那邊就是 啃麵包我也不要啊 一個人啃麵包還蠻開心 麵包那麼好吃 那時候就沒有麵包可以啃 對我那個時候真的很可憐 我真的回想過 所以我真的覺得不管怎麼樣 跟不適合的人在一起 才是最慘的 對 真的 對 所以那即便是 人人羨慕的已婚status 也是超級慘的 我自己 絕對不想要回去 對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 結婚 所以我們結婚就真的是 感覺會變得很挫敗 對 而且就會覺得所有的事情 都好像在幫你打勝出 怎麼講 你如果真的是一個 很想要離婚伴侶的人 那你就只能看開 那如果你是一個 很有明確條件 而且是找得到了 那你就去找 你應該就會找到了 就這兩條路可以說 對 就是不行動 只抱怨 對 才會令人覺得很煩 對 還是要行動一下 對 然後大家覺得 外國人找結婚對象的 真的是很不錯 對 我們可以來開一個 我們想到了一個 business 我們想到了一個 business 好咩 掰掰